我们刚才介绍的是 针对高校 我们舆情服务提供的一些 能够提供哪些服务 舆情服务如何促进高校 学科建设 人才建设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们下面来谈一下 针对于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媒体机构 新闻单位 我们舆情服务都能够提供哪些服务 同时是怎样一个关系 我们来看第一点 舆情研究机构 媒体的机构 媒体的这些新闻单位 报社等等 包括一些传统的网站 主流的网站 它本身 它是自己也需要 于行监测分析 甚至包括应对 就是有些事件当中 有些媒体 它也所当其中 成为这个网上议论的一个热点 所以它本身也有一个需要应对的这么一个问题 另外通过这些 如何提升自己的公信力 所以在这方面 舆情监测 舆情服务 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下面看到这个图 当时是新快报 记者陈永舟 当时由于收入 收人钱财 发表一些事实的报道 受到这个司法部门的追踪 那么这个例子 像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改革生化 全面改革这个时代 也不是孤独的案例 那么我们 作为媒体机构 作为新闻单位 它本身 就是处在 我们社会的热点漩涡当中 它长期就是 因为它报道都是最快最新 最热的一些事件 那么 它本身都是处在舆论场的 这个漩涡中心 所以 那么它必然会 在互联网上 受到各种意见的一种 质疑也好 检视也好 监督也好 它会面临这些问题 同时呢 尤其作为传统的新闻单位 它也有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还有自身品牌建设的问题 那么如果出现了 一个新闻单位 如果出现了 自己的成员 自己的编辑也好 记者也好 工作人员也好 因为在以前的一些 涉及到企业的一些问题 出现了这个收封口费啊 什么这些的情况 那么 一旦它出现了这些问题 它的公信力 必然受到质疑 也有所降低 因此呢 它自己也需要 时刻的啊 首先掌握信息 同时它有一个分析和应对的过程 这个 它需要舆情的帮助 舆情服务的帮助 那么 那么借助啊 这种强大的啊 专业化的舆情监测 啊 那么媒体首先啊 它提升了这种 报道的这种准确性和针对性 啊 同时呢 对于 这个媒体建设自己的公信力 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和这个在群众当中啊 读者当中啊 这个专业性的这种口碑啊 那么也是渔情服务啊 渔情监测都会提供一些帮助啊 提供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 这是人民网当时啊 发布了一个呃 城市足球指数啊 这个指数吧 那么这个绑啊 因为人民网作为一种啊 作为一个这种主流的啊 呃 央媒啊 那么他发布这个指数 首先他必须是在啊 呃 渔情的这种数据的收集 整理啊 分析过程当中啊 必须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啊 没有大数据啊 没有这种强大的这种技术支撑啊 他也不可能做出这个 呃 这个榜单来 那么类似的例子啊 还可以举出很多 那么媒体啊 是 这些产品直接体现了啊 这个渔情服务 渔情监测啊 呃 它的这种魅力 啊 另外我们今天啊 啊 我们的一些传统媒体啊 啊 这个 报纸啊 啊 这个杂志啊 电视台电台啊 啊 啊 那么这些传统媒体有一个啊 要面临 如何啊 进行融合的问题啊 媒体转型融合的问题啊 一些媒体啊 组成了大的这个集团啊 啊 另外一些媒体啊 啊 在原有的 呃 这个 提供信息的这个服务的基础之上呢 增加了服务的方式啊 呃 探索 在互联网环境下啊 新的这种 呃 路径 呃我们看这个图啊 就是 人民日报啊 啊 现在它是有九种啊 九种方式 除了这个报纸啊 除了报纸之外 它有九种方式啊 呃 这个客户端啊 人民网 手机报啊 等等等等 它 可以啊 借助这么多啊 行事来 呃 进行一种 啊 中央厨房的操作啊 中央厨房的一个信息 可以用多种的表 表达的方式啊 啊 来这个服务 呃 它的读者啊 因此呢 这个也是 呃 一个 一个趋势 那么特别是啊 在利用 网络啊 利用新媒体 自媒体啊 这个方面 那么 鱼情啊 鱼情监测啊 鱼情服务啊 会给它提供一些直接的帮助啊 啊 因为这些东西 呃 是来自网络啊 靠记者的啊 原有的 那种单兵的采访 呃 追踪也好 或是 都是不能够完成的啊 它是一种 呃 呃 借助技术能力啊 达到的 当然它后期也要借助 呃 这个人工的啊 特别是分析师的啊 啊 这样理性的啊 介入啊 这些都是 呃 电脑离不开人脑啊 对这个理想呢 就是电脑人脑 共同结合啊 啊 在今天是 来 用表达出各种 形式啊 那么反过来说啊 啊 我们的一些传统媒体啊 啊 在我们今天 互联网时代啊 啊 或者我们 叫做这个 大众麦克风时代啊 在我们的移动互联啊 这样快速发展的潮流当中啊 呃 没有能够很快的 很准确的 很及时的啊 搭上这种网络之车啊 因此呢 呃 比如说 还是按照原来的一些 方式啊 运作啊 比如说设计 选题 啊 进行 采写啊 这个 这样的情况啊 因此呢 呃 他没有想到啊 今天的 我们的 读者的 阅读的方式 啊 阅读的心态啊 啊等等 发生的这种变化 因此呢 呃自身的运营啊 出现了困难啊 甚至 呃出现了这种 呃 停刊 呃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啊 每年 都有很多的 呃 一批报刊啊 传统的报刊 呃 这个宣布 呃 呃 那么这个呢 也是 呃 其中一部分 啊 除了在阅读方式 啊 比如说今天的 呃 我们的年轻的 这个读者啊 呃 在就是 报纸的阅读方面 他们就是一年啊 可能也看不到一两张报纸啊 这样也是一个方面啊 同时呢 呃 对于我们 如何确定自己的选题 那么如果没有 呃 借助大数据或者网络的这样的呃 呃 优势来确定自己的一些选题 那么这也是一个方面啊 啊 他的呃 呃 共鸣他获得的这个读者的共鸣 就会很少啊 呃 也是一个方面 那么他的内容是 不受啊 更多的人们欢迎啊 这也是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今天啊 呃 媒体转型和融合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通过渔情监测啊 通过渔情服务啊 也可以这个给我们的报纸也好 电台也好啊 增加一些新的产品啊 啊 增加一些不光是增加新的选题 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产品啊 呃 这样的话来推动他的转型和融合发展啊 使他呃 呃 又一种新的形式来落地啊 落地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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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够快速掌握网上 大家都在议论什么 热点在哪里 谬误在哪里 甚至谣言在哪里 谣言都是哪些 从哪些方向传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报纸上也好 在我们的媒体上 设置一些题目 来增强我们这个 舆论引导的这种有效性影响力 这些方面 就是也可以通过舆情监测 来帮助媒体实现这些 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 很多传统媒体 这个通过和新媒体 或者甚至是一些 舆情研究机构联姻 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 来这个形成一些 形成了新的一种媒体生态 媒体生态 因为它合作方式有各种 合作方式有各种 形成这些媒体生态呢 是这个我们的传统媒体 也更具时代特色 网络特色 以及我们的新技术特色 这些特色呢 都是本来是 网络媒体所具有的 那么我们的传统媒体 通过联姻的方式 合作的方式 也开始 就是把这些 融入到 或者表现到自己的媒体上 不够能言 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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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